你好,我是在有馬温泉的藝術,一晴。 說起藝術,大家都會聯想到京都。 可是其實在油馬溫泉也有藝術。 他們都穿著漂亮的和服,還畫著獨特的妝。 我用白塗製作, 我用白色上的顏色。 我用普通的顏色, 我用白色的顏色塗製作。 衣技看起來就像精緻的日本人偶一樣。 然而,他們到底是從事著什麼樣的工作呢? 我去旅館和酒店, 歌和舞蹈, 為客人披露。 這是日本傳統宴會的情景。 一晴為客人們倒酒,陪客人們聊天。 以他們專業的服務來接待現場所有的貴賓。 他們為客人彈奏三維線和表演日本舞蹈。 此外,還有和客人一起互動的遊戲。 我們在戰鬥。 我們在家裡聊天。 我們在家裡的房間裡。 我和客人玩家。 我們在宴會場裡的筌子。 我們在新聞紙裡。 我們在家裡的遊戲。 我們在家裡都可以選擇。 這個, 是利用身體部位的猜拳遊戲。 两人中间隔着屏风 这样就看不到对方要出什么招 输的一方要北伐喝一杯酒 这个是考验节奏感和反应能力的游戏 随着游戏的进行 节奏会变得越来越快 难度也越高 不愧是一季 好厉害 还有把在场客人分成两队的对战游戏 把宴会的气氛带到了最高潮 一季除了宴会的工作之外 也还有其他的工作吧 这里是每年夏天都会举行的 游马凉风川作夫祭典 一季们会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表演舞蹈 一季会和客人一起欢快地跳舞 此外游马温泉还是个赏风圣地 到了秋天会举办红叶祭典 一季会端茶给在座的美味客人 在枫叶圣地品尝抹茶 又是另一番滋味 而在新年的时候 也有非常重要的节日庆典 有马温泉自古以来的传统仪式 入出式 在这里也能看到一季活跃的身影 来到游马温泉 其实也有很多与一季有关的体验项目 三维线的体验课程 是教你弹奏日本的鼓调 有很多人在短短一个小时的课程中 就能够弹完整曲 虽然最后有点小错误 但是还是顺利弹完它了 在一季变身体验中 现任的一季会为你化上一季妆 还会戴上专门的假发 还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和服 变身后 你就可以在游马温泉的街道散散步 照照相 这将会是一个印象深刻的体验 有马温泉的街道散步 有马温泉に来られましたら 日本の伝統文化を体験してください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